所以剛剛的SUB我們就是再加兩個按鈕 還記得那個按鈕吧 按鈕第一個就是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可是目前上面沒有開發人員怎麼辦呢 上面有個箭頭 其他命令 然後自訂功能區 找到開發人員 如果你自己的電腦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是會還原 所以才需要重做 我按確定就可以了 開發人員有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開發人員點一下 下方有一個插入按鈕的地方 主要是靠它 按鈕把它點一下 然後在這個空白處 拖拉一個按鈕 所以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放開 至於要多大多小 沒關係 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大小 放開 然後這個叫刮鬍自竄 所以點一下刮鬍自竄 按一下它 幫我執行 擷取刮鬍自竄的這個需求 然後把文字也複製一下 因為按確定之後 它上面按鈕名稱 不會是你想要看到的 所以你可以把按鈕一 delete 掉 把刮鬍自竄這幾個字貼上 好 這樣按按看好了 按一下 有出現了 好 這個就完成第一個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請你多增加一個清除 所以再按一下 這個按鈕 然後在這個地方拖拉一下 然後把它放開 然後清除 一樣 選它複製一下 然後名稱複製它 記得點清除之後 再複製這個清除兩個字 確定 然後把清除兩個字 把它貼到按鈕二的位置 好 那因為現在是設計模式 所以你點旁邊一下 它就可以 你再按一下清除 它就會執行清除了 OK 應該沒問題了 這樣的話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應該還蠻簡單的 這上個禮拜其實做過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之後 假如說你要執行SUB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同樣的方式 也就是說看你有幾個功能 你就增加幾個按鈕 然後按一下它 你的事情就會全部完成 那所以今天的結果 還有一點 記得這個前面的話 就這個第一個工作表 也叫公式好了 OK 所以我們就分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是公式 第二個是自訂函數 第三個是SUB OK 我是覺得我自己比較喜歡用SUB SUB真的還蠻方便的 什麼事都不用管它 反正你只需要做按鈕的動作 按下去 是你有解決 那如果是自訂函數 還需要想一下 到底這個自訂函數要怎麼做 有沒有 那其實也差不多啦 反正記得就是不是按按鈕 是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這邊的話 刮鬍自訂函數 那一樣選它 確定向下填滿 OK 那公式的話 就是我們最早的這一個 就是用Find加Mid加IfL 但是它缺點就是說 你每一次 如果再來 你這邊你要再寫一次公式 實際上也很麻煩 所以為什麼需要VBA 主要應該就是第一個簡化流程 第二個重複的事情 不用再做第二次 OK 那最後的話 記得 目前的檔案 格式是XLSX 它不能夠存VBA 但是我們剛剛有寫了 有三個VBA的程式 所以記得 你一定要 最後請你交作業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不能夠直接存檔 你要另存新檔 瀏覽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把它改成叫 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如果你存活躍布 你的VBA就會消失 也就是你存錯格式 你按按鈕 下一次打開什麼都沒有了 也沒有任何的程式 也不會執行 記得一定要存成 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按下儲存 這樣就OK了 那也就是你要交作業 記得一定要交這個 叫做XLSM的這個檔案 如果你交錯檔案的話 那等於你就白做了 那要重來了 OK 所以這三個 今天的這個練習的話 就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再開152 這一個 152的話呢 它這一題其實就是三個瓜弧 那要怎麼樣三個瓜弧 一次就看看能不能 變成你要三個公式 一個是長的部分 寬的部分 高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說 當然 後面的VBA 我是比較傾向 就是乾脆就用SUB就好了 Function我覺得 到不是一定需要 我覺得乾脆最好是這邊 就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長寬高就幫我填上去 有沒有 然後再來一個清除 按下去 自動這邊就又清空了 欸 這樣會更好 有沒有 可是問題 這個地方 怎麼做 那請各位 如果你剛剛那個範例 覺得太簡單 你可以練習看看 至於答案 其實有沒有標準答案 你們自己試試看 因為恰比每次給的公式 跟VBA程式 不見得完全一樣 但是結果對就好 但是其實 Excel裡面除了說 它提供的公式 跟這個 VBA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像這個 我個人習慣會用 這個叫什麼 資料裡面有個叫資料剖析 這個功能其實是也可以 所謂的資料剖析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符號 一種是固定寬 因為它固定位置都固定的嘛 所以你可以用固定寬度下一步 然後你可以畫線 也就是你可以在那個 你要的數字前面 一二五前面點一下 有沒有 它邊一條線 這邊再點一下 這個點一下 就是把它強迫分 分欄的意思 把它分開來 那你可以在數字的前方有沒有 點一下 點一下 那這個沒有點到 那個數字前方 你可以移過來 這樣有沒有 一二三 也就是你要點幾條線 一二三 六條線 有三個 等於是說在刮弧的裡面 畫三條線 那這三條線要幹嘛 下一步 就是你可以跟它講說 我要的資料 留下來 我不要的 像這個不要對不對 不會入此欄 這個要不要 這個要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這個要不要 這個要不要 所以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不會入 所以不要的地方 你都選擇不會入此欄 那最後的話 目標儲存格 你就選擇 不是B2 記得是C2 這個時候按下完成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剛剛你要的資料 因為有三個範圍 就分別放在CDE裡面 所以按完成 它問你說這裡面有資料要不要取代 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結果呢 就剛剛好了 這個也是一種解法 這要繳交 蛤 這個的話就選擇性好了 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多餘的時間的話 那這一道題目呢 就變成說你額外的練習 那如果你做完了 你要繳交的話 你也可以當成是今天的做 等於是今天一定要交是151 OK剛剛那一題 那152的部分的話呢 就看你選 如果你還有額外的時間 那你就順便把152的這個題目 做做看 那我剛剛是有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叫資料的資料剖析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1選取B2到B8 一定要先選 2的話呢 再去選什麼 再去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OK 所以喔 這個步驟 特別是 1一定要選B2到B8 這個沒選正確 後面一定會出錯 2的話是資料 所以這個step1 step2的話呢 就資料 資料剖析 找到固定寬度 關鍵是固定寬度 然後呢 再給六條線 1 2 3 4 記得要點準喔 如果你點Y了 沒關係 你可以拉過來 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有沒有 再點一下 下一步的話呢 就是把你要的資料留下來 不要的話不會錄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OK 目標儲存格選擇B2 跟正一下C2才對 長的下方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123 放在123裡面按完成 他問你要不要取代 你要確定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OK 試試看 反正這個也是一招 我是覺得ESEL 你如果每個功能都可以熟悉 那就可以很快把問題解決 老師你這是152嗎 對152 這152 有 有 打不開 使